上底课我们完成了对象信息 这样一个列表的获取 这些信息都是从服务端 请求到我们的客户端 并且展示的 接下来我还想再增加一个功能 大家看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需求 比如说对于我们的用户列表 我们可能经常会实现一些 排序的功能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对一些 比如说学生的成绩进行排序 这很正常的需求 还有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想对于当前 用户的名称按照它用户的名称 进行一个升序或者降序的排序 这个需求应该如何去实现呢 大家想一想 大家看我写个量式 有没有发现我当前那个列表 跟我这边是不是往右串了一点 这其实应该是UR的那边距吧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在SATA里面 UR是不是有40个像素的pending 所以说我把UR的pending给它去掉 这时候我们看 对行了 然后我在用户信息下面 比如说我增加几个按钮 一个是升序 一个是降序 还有一个是重置 当我们点击按钮的时候 可以对于当前用户的名称 进行一个相应的排序操作 我先写下按钮 大家想一想 这个应该用哪个新增性去实现呢 我们现在这边 比如说我先增加几个按钮吧 比如说一个叫做升序 一个叫做降序 还有一个叫做重置 保存 OK 这时候这边就会多出三个按钮 当我点击升序 它这个名字就可以按照它的字母 升序排序 应该怎么做呢 当然这边 这报错是因为 当前我装的一些扩展的工具 有些工具有问题 这是扩展工具报错 不是我们代表报送 这个没有关系 大家想一想 应该怎么做呢 我相信聪明的你 应该能想到 我们在ES当中 学过一个叫做代理 Prosy 它是做什么用的 它是不是可以对于我们的数据 进行一些拦截操作 对吧 那我们能否用这个Prosy 去实现当前我们这样一个需求呢 我们回到我们代码 大家看 我们前面使用的是 Create的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然后使用AsyncAwait 这种方式获取到Data 对吧 然后呢 把Data复制给我们UserList 然后把UserList 循环变力的 显示到我们的内面上 这没有问题 大家想一想 在我们给UserList 复制之前 我们可不可以 对于当前我们的Data 进行代理呢 那代理当中 我们对它 比如说Data里面 是不是就有Name属性 在这个代理里面 我们在获取的时候 在通过Name属性 对它进行升序排列 或者降低排列 这样的功能 是不是也能够实现 大家怎么做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 this.proxy 表示是一个代理 其实这准备 this指向谁 这准备this 指向其实就是 当前view 这样一个实力化对象 因为我们看 我们在main.js里面 大家看 这边是不是 Name一个view的 实力化对象 对不对 其实那个this 指的是 new出的 这样一个实力化对象 这个main.js 就相当于是 整个项目的 一个入口文件 我们正好看一下 大家看 router router指的是谁 是不是import 这个模块化 导入的这样一个router 那就说明 在.r 写开router 这个文件里面 已经导出了 对吧 然后呢 导入的时候 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对象 router 逗号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之前学过 在对象的困难里面 如果对象的key 和对应的value的值 如果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 是不是 只要写一个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不是也是es的新特性 大家再往下看 render h 见证函数 h 如果你没学过 ei的新特性 我相信这个语法 你也一定看不懂 但是因为我们实行了 本文课程 这个语法 大家是不是也能看懂 之前我讲过 对于见证函数 左边我们是不是叫做参数 右边是不是就是一个 方法体 所以说 我们也能够看懂 然后呢 整个这个方法呢 在.mount 指的是 当前把它渲染到 或者说 绑定到 这样一个 警号APP的元素上 警号APP在哪呢 我们看啊 在pubbc下面 有一个indexRT毛 其实呢 这里面会有一个 ID叫APP的 这样一个DNAV 也就是 当前把我们这个项目 挂载到 挂载到 当前我们这个 ID叫APP的 这样一个元素上去 OK 所以说 学习的这些新特性 这些语法呢 我们现在也都认识 对吧 回到我们代码 我们看啊 这个this 指的是 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个new出的 那样一个 实际上的项 然后大家看 我们这边 是不是可以new proxy 第一个参数 是一个对象 对吧 第二个参数呢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 可以设置对应的方法 比如说 获取 是不是对应的是get的方法 然后呢 设置 对应的 是不是set的方法 对吧 get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对应的参数 比如说 有一个target 也就是当前那个对象嘛 对吧 然后对应的 是不是还有那个proper 或者是参数 或者我们叫做key 是不是都行 叫做属性嘛 对吧 其实这个时候 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可以设定 当前根据你传递来 这个属性的值 我们判断 当前你是生序的 还是降序的 从而呢 我们对于date 里面的name属性 进行排序 是这样一个思路啊 大家想一想 我们可以这样 比如说 我们判断 如果当前你传递进来 这个key啊 比方说 它对应的是生序 生序叫做asc啊 比如说 如果大家学过 数据库的话 数据库里面 比如说 产业数据库 生序就是asc 如果呢 倒序或者逆序 就是desc 我们也用这两个词 asc和desc 去表示 当前是 升序的 还是降序的 这表示升序 OK else 我们先把这个写完吧 比如说 else 如果当前 key 如果等于 比如说 我写三个等号吧 desc 这个呢 就表示的是一个 降序 OK 那升序的时候怎么办 大家就不知道 如何对于data 因为data现在是不是就是个数组啊 大家是否了解 对于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对象 因为我们data是不是个数组 每一个对象是用户信息嘛 对吧 但是我想对于用户信息 这个对象里面的内幕属性 进行排序 而且内幕属性是一个字不串 大家是否了解过 数组里面的对象 对象里面的某一个属性 而且还一个字不串 这时候排序 应该怎么做 我们看啊 其实对于数总来说 它有个方法 叫做.sort 这个sort的方法呢 其实就可以对于当前 我们这样一个数组里面的内容 进行排序 但是呢 其实可以这样 sort可以传一个参数 参数呢 是一个方法 当然我们学过信通性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渐程函数的方式 去定义这个参数啊 大家看 参数比如说一个叫A 一个叫B 在这个方法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自定义 当前这样一个排序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这么写 当前其实这个A和B表示 就是当前排序的时候 对应的数组里面的两个对象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是对象 对不对 用户的对象 我们就可以A.name和B.name 因为这两个是字不串 对不对 因为我看 用户的名称是不是都是字不串 我们想要对字不串 进行排序 其实可以直接这样 我们对于字不串呢 在这篇子里面 可以直接判断 它们两个的大小关系 我们看 我们直接写一个三元运算符 我们判断 当前A的name 是不是比它大呀 如果大 我们就返回一个1 否则呢 我们就返回一个-1 其实这时候 就可以对它已经排序了 我们直接把这个结果 给它 移动出去 这是升序 如果降序呢 其实同理的 大家看 我们还是对于data 进行sode排序 比如说参数还是一样 一个方法 然后呢 是A和B 这里面呢 其实就是反过来 我们判断B点name 是不是大于A点name 如果大于的话 就返回1 否则呢 就返回-1 这个sode的方法 可不是es形成性 这都是es5里面的 一个方法 大家看 升序 降序 那否则 如果我不是升序 也不是降序 比如说 如果我点的是重置呢 是不是就可以 基本上再加个判断 比如说 如果也不是升序 也不是降序 我们用else else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直接 把这个data 就原样 给它返回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就是获取 获取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进入到 这个代理 所对应的方法里面 那设置呢 比如说 我也不想让你设置 那我们就直接 领算一个fuss吧 就是我也不认设置 OK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定义 好个这样一个代理 那接下来呢 大家看看整个过程 当然 creti的时候 发送一个请求 请求结果呢 我们取出里面的data 这样一个数组 结构嘛 取出这样一个值 设置一个代理 那这时候 大家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 把U的list 是不是有值 才能显示 在这边上 对吧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 是这个代理 所以大家想想 代理我们这边 是不是叫list proxy 所以这边需要改一下 list proxy 把这个代理 复制给U的list 当然注意啊 当我去取值的时候 它是会进入到 代理所对应的 get方法 然后呢 如果你这个方法 比如说 t 也就是属性嘛 也就是对象 比如说 我点属性 比如说 如果你点的是 asc 那是不是就是 升序 如果你点的是 dasc 是不是降序 如果比如说 也不是升序 也不是降序 那我这边 是不是就进入到 默认值 就原样返回嘛 所以说 我想让它进入到 默认值 那我是不是任意 点一个 做事就行 比如说 我点一个XX 那XX 是不是不等于asc 也不能于dasc 是不是进入到 最后的else 原样返回 对吧 但XX 没有什么实际含义 比如说 我们就设置一个 默认的嘛 比如就叫 default 这个值 只是表示的是 当前 既不等于asc 也不等于dasc 所以设置了 这么一个默认值 进入到else里面 这个值是 我任意设置的 你叫XX 叫YY 都无所谓 但是都没有 什么实际含义 default 是不是起码 叫做默认的 对吧 OK 这样的话 我们的代理 我们就设置好了 接下来 我们这个代理 到底升序降序 是不是需要 和我们 YMT的按钮 进行绑定 所以大家看 在我们的view当中 给按钮 去绑定点击事件 使用的指令 叫做at at是检验方式 写全的话 叫做v-on 然后冒号 比如说click 也就是表示 是一个点击事件 后面是一个事件的处理函数 比如说升序 我们就叫asc 当然v-on 冒号 可以简短成 at 这都是view的语法 这就表示 我给按钮 往另一个点击事件 对应的处理函数 叫做asc OK 我把这个也写完了 比如说 降序 叫做desc 然后重置 我们就叫 重置reset 然后比如说 对应reset OK 那这三个 事件处理函数 我们视频的下面 定义好 注意啊 在view当中 对应的事件处理函数 是一个message 然后呢 它对应的是一个对象 方法呢 都应该定义在 message里面 那这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有个asc 这样一个方法 对吧 然后还应该有个desc 这样一个方法 另外呢 还应该有个reset 这样一个方法 对吧 那在用户点击 声序 进入asc方法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 给我们当前这个 user.userlist 去复值啊 复成什么值 是不是 我当前 已经把这个prosy 挂载 当我当前 我this 刚才new出实际化对象 作为它的一个属性了 那这样的话 我这边 是不是通过 this.prosy 又能取上来 这个属性 对吧 因为new出那个view实际化对象 曾经是个群局的嘛 所以说 this.prosy 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都能取到啊 这个代理的话 当这个key值 等于esc 是不是声序的 那我这边 是不是可以点 esc 或者说 你也可以中过号 这种方式 是不是都可以 对吧 当然 es.int 建议大家 写的是 对象点属性的方式 然后呢 这是声序 那将序呢 是不是一样的 userlist 也等于当前 这个代理 prosy.desi 因为这个属性的desi 的时候 是不是进入到 第二个elsif 执行这个将序 对吧 那默认的呢 比如说 usis.userlist 付一个值 比如说 这个值是不是 我还是任意写 比如说 我还叫default 表示默认的意思 然后呢 我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代码 小心 像这边 一开始是默认的 对吧 然后第一个是 l开头的这个人 然后是e开头的 c开头这个人 大家看 拨点声序 有没有发现 整个的用户的名称 就按照一个字母的声序 进行排序 第一个 ch开头的 是应该大一个cl的 对吧 然后你看这两个人 他们前面名字都是一样的 但你注意 a是不是应该在e前面 所以说 这个人排在前面 这个人排在后面 一次为推 完成了这样一个 用户的声序排序 我们点降序 大家看 这时候 是把这个降序排序 p开头到最前面 然后是n 然后是m 这样一个降序的 如果点重置呢 大家可以看 当我点击重置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这边并没有反应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们先点下代码 我们先看保证实验那一块 大家没发现 这边我打错 当我点击的时候 应该触发的是 click实验 对不对 然后才能进入这个reset 然后大家看 就这边呢 我前面留了一个坑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发现 大家可以看 reset 然后呢 是不是进入到proxy 点default default的话 是不是既不等于aic 也不等于dic 这时候的data 是不是应该原样返回 让大家仔细看 就这边有个坑 我刷新一下 大家看 我们先比如说升序 降序 对吧 当我点击重置 有没有发现 还是没有作用 这时候事件 肯定是被绑定上 我们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 在这边 输出一下 date 保存哦 大家可以看哦 升序 降序 没有问题 当我点击重置的时候 大家看我这边 是不是也能够输出这个值 展开以后大家看 大家没发现 其实这时候的值 你看啊 第一个 下边会领着这样一个 date的对用值 是不是p开头了 是不是这个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我们想重置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得保留住 这个date 最开始 请重完成之后 所对用那个初始值 对吧 那大家知道吗 其实 点salt这个方法呀 它其实会改变 原有的速度 所以说 当我升序越好 降序越好 原有速度里面的顺序 已经被改变了 所以呢 当我再去返回 date的时候 最初始的那个值 已经不存在了 那怎么办呢 大家看啊 这时候 如果我们调入salt的时候 不想改变原有的值 大家可以这么想 我们呢 可以变一个新数组 然后呢 新数组点 concate concate 这个函数的作用啊 用于数组拼接的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把date 拼接到这个新数组上面 然后让这个新数组 再去salt 这个时候 date这个数组 原有的值 是不是就不会被改变 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啊 中号 点 concate date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输出呢 我们先给它去掉 我们试一下 稍微一下啊 到那边 我们点升序 可以升序 点降序 也没有问题 这时候点重置 大家没发现 就可以重振了 对吧 所以说 就是一开始啊 为大家埋下一个坑 因为我想看过大家 大家是否知道 在数组里面 点salt 其实改变的是 前面这个数组 原有的值 所以呢 我们换了一种思路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新数组 然后呢 把date这个值 放到新数组里面 再salt 这时候改变的 是不是这个数组的值 而我们这个date里面的 数值呢 就不会被改变 所以说 当我默认的时候 返回数值 还能够返回 最开始的时候 用户排序 那样一个处置状态 大家清楚了 对吧 OK 所以这节课呢 我们又在 Viu的实践项目当中 使用了Proceed 完成了对于当前 我们用户信息的 一个代理 我们使用这个代理呢 完成了基本的一个 排序的功能 其实这个排序功能啊 在项目当中很常见啊 尤其比如说 我们想做一个 可能是个表格 表格当中 可能有对于时间的排序 或者对于分数的排序 等等吧 或者像我这个课程一样 对于用户的排序都有可能啊 这个就是一个Proceed 在项目当中的 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 大家在课后呢 还是一定要多加练习 并且呢 对于刚才 我大家买的那个坑 大家呢 也要仔细地去想一想 那下一个课呢 我们继续在Viu的实际项目中 去练习我们ES的新特性 大家继续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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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继续加油吧